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节我们也是照样讲基因的研究 基因的研究就不是讲基因改造的 基因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古代很多的历史都可能重新改写 其中一件事你今天可以讲讲就是 究竟是什么人先去了北美洲 其实台长以你读过的历史书 你觉得人类在北美洲读的历史 大约你会想象到追溯到多久之前? 不是的可以很久的 那时候我们看非洲出来的嘛 那时候地球是很冷的嘛 一直在那儿走走走走走去这个北美洲嘛 是的 是的 但是是否不快呢? 这个就很难去咬的嘛 其中一本我自己去看这些人类历史的书呢 就是Jerard Diamond呢 那个叫《Gun, Germs and Steel》那本书 《槍炮病菌与钢铁》 这本书卖了很多年就很出名的了 到今时今日如果你再找类似的这些书 人类大历史的书 这类的这门学问的书其实是不缺的 现在也找到很多写得很好看的 其中一本《Gun, Germs and Steel》 那本《Safian》都是这些东西 但是里面讲一个主流的故事 他们就说 我们大约是讲的20万年之前 就是离开这个非洲 然后呢 就在4万年前左右 尼安德塔人就绝了 那现代智人的历史呢 都是真的讲的是近这10万年算了 就是10几万年左右 然后中间又有集交的过程等等 如果你说到正式有我们人类監作的文明 就要数到这个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 就说大约1万年前或1万2年前左右 然后后多少少就轮到埃及文明 就找到在讲1万年前 8千至1万年前又有它的監作文明 然后我们随着考古的发现就是 人类遗迹是多久之前呢 我们大约是做一个全世界性的统计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世界是哪里 由现代智人的足跡 是由哪里蔓延到哪里的呢 那么的而且最早就可以进入非洲 和那个中东两河流域文明那里 然后就沿着东西方向一路的蔓延 当然去到欧洲 就是今天的南欧地方 西欧地方都有 然后在东面一路去到那个行河流域 甚至乎是去到那个中国的文明 中国的文明不只是说我们小时候读历史书 而是说是黄河的文明 其实似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考古的证据 是说中国南方 就是现在说的岭南地方附近的那个文明的历史 可能都一点都不短的 而且都是上几千年计的一种这样的文明 而它有的东西是跟那个黄河流域文明 那种出来的那些气件可以很不同的 就是如果你说三星堆这些东西 然后我也很清楚 照计就是去到美洲是迟一点的 如果我看回Jerard Diamond那本书 甚至乎说到是近些 有文明的话是说近这一千年 最近一千年才有这些美洲所谓的 那些马亚那类的文明 但是如果有人类踏足的足跡呢 都是说一万年前 就是你说一万年前在两河流域 有这个农业社会监作 有这个社会结构形成了 但是而同一时间 美洲是刚刚才有人踩下去的呢? 就是在说一件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说回 去到这个美国 即不是美国 美洲、墨西哥这地方的其中一个考古位置 就定义到就是说 现在由那个考古为止 由它那里用开的东西 做了一个炭14的定年 就大约定乎到一个年份是一万四千、一万五千年左右 这个就是好像暂时以前 人类在美洲活动最早的一个遗迹 就是追溯到这个一万四千至一万五千年左右 又没有更加早的呢? 那其实一直都还有讨论 因为大家会觉得 人类由那个迈向这个美洲的过程 今天它是一个独立的新大陆 就是一个大陆 而中间是没有陆地连接的 以前的人是应该没那么厉害去乱航海的 但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 还是冰河时期的时候 大家就说 我当时是可以沿着那些兵走过去 沿着那基本上 你他们懂得打猎 穿够衣服 一路去探索冒险 或者被人们赶走 要避开仇家 跟着去找新的资源 一路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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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探索 用脚走 开一条路走到美洲大陆那里 这个就是一直很 就是近几十年间 我们最相信的人类 如何去占领美洲的一个模式 但是同一时间 我们也都在先前方甚至提过 越來越多的討論就講了一件新的東西 就是說 會不會其實不是走路的呢?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可能是搭船 但是搭船就不是我講的哥倫布那種 而是可能真的純粹一架小艇 很簡單 沿著海岸邊 一路去找竹魚來吃 一路去沿著岸邊 好像小朋友學校那樣摸著牆 一路坐下坐下 去到美洲那邊 會不會是這樣呢? 其實這個講法 一路都是有存在的 但是似乎去到近來那種發言 就是令到大家越來越傾向相信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同時間 不可以只是接受這個人類 用腳走去美洲大陸的這個鶴雪 而是由沿岸那條路來去邁向美洲的鶴雪 可能是同等重要的 那在後面就有一幅簡單圖 因為當時這個白寧海峽說是冰峰的 不過在那個冰那裡 原來有一條通道沒有冰的 就說是這樣走過去 去到那個地點叫Clovis 所以一直說美洲最先是哪些人呢? 又叫Clovis first C-L-O-V-I-S 但是這個鶴雪一直在這十幾年 就被人說不斷推翻了 所以剛才你說的就是沿海的另一個說法 但是剛才你提到的最新的說法有什麼實證呢? 這樣說你一定是有一個新的合理的才能夠接受到 在很長時間的時候大家就期待了 如果你要證實到這些沿岸賣進的學說是對的時候 你首先要找到一個沿岸的考古位置 那這是一個很傳統的考古學方法來的 那你有一個 就是說養肖文化、龍山文化 那你找到一個位置裡面找到一些artifact 找到當時一些的器件、一些的位置 甚至乎動過的痕跡 是不是? 那你找不找到一些沿海、沿岸的東西呢? 但是其實到了今時今日 都還不算是找到一個很決定性的位置的 但是你也知道就算有時沒有位置 就是不會說有整條村子留在那裡 會不會是找到一些曾經有人類活動過的痕跡 或者這些就照樣應該是由人類活動留下來 但是不是一個起出來一個大的村落結構 不是說整個炭爐、宵夜食留在那裡給你 而是一些可能純粹是由一些 去到只剩下一些基因層面的一些遺跡 那這裡呢 其實它具體上都要看回 就是說 它究竟是 先說一下 是具體上哪一種的這些基因的考證 它呢 就在講在2021年的一個研究 就其實刊登了在這個科學的期刊那裡 那這個應該就是我們上一次科學新思講的時候 應該就refer to 這份這樣的文獻出來的時候 它就舉了一些在23,000年在這個美國新墨西哥州的一些的考證 似乎也都是一些人類留下來的一些遺跡 我不知道它那個遺跡的程度是怎麼樣的 是比起那個Crovis那個遺跡的那個偉大的程度去到哪裡呢 但是呢 也都是由那個基因層面的考證 你就可以 因為它有些接近是 又不是完全化石化的一些遺跡 那它可能純粹是一些腳印 那個腳印就是你踩完之後 有第二個泥塗了下去就留下腳印就沒有在那裡了 但是那堆泥你可以做 都跟它做過考古的定年 是多久之前塗在那裡呢 那由這種這樣的證據呢 我們就找到呢 其實就原來可以追溯到呢 有一些的遺跡是叫pre-crovis pre-crovis 比crovis更加早了多少呢 可能是去到23,000年前 那就是你另一方面可以說 那你又不是剩下一個很完整的遺跡 那你其實又留下一個腳印 那這樣的腳印這些會不會有不差呢 那這樣也都有人去challenge過的 那當然你可以再去找多一些 其他腳印的遺跡去再做一些實證 而另外就是說現場留下的一些石器製作的器件 因為我們肯定就是石器時代來的了 那那件石器大約可以追溯到多久之前製作到呢 那用這樣的碳定年 甚至乎如果有一些基因遺跡留在那裡的時候 你大約都可以推敲到在多久之前 那其實我們就累積到在這十多年間 是在那個不一定是在那個crovis 而是在那些似乎是由沿海路徑 去邁向這個美洲的一些的位置附近那裡 找到越來越多的實證的證據 是去支持的一個原位 可能在二萬年前已經有這個現代智人在美洲留下足跡 這樣 而且那個足跡是真的的 足跡真的有腳印在那裡讓你去量度 所以現在我們對於美洲歷史的考古那裡 又是去到一個歷史的關頭的 最後最決定性的學說是什麼呢? 或者這兩個學說之間其實不是互相排斥的 有人早點來 有人遲點來 兩條路都有人走 有什麼不奇呢? 是不是? 甚至乎你去到最後 哥倫布是搭船來的 那種這樣的 怎樣去累積那個證據 來幫我們去完整講了整個美洲的那個開發故事呢? 在這裏就由那個 你會發現基因考證啊 這些這樣的碳定年啊 這裏就找到越來越多有趣的歷史了 那我會說是因為我們真的重新發現歷史的過程 那找得一樣就豐富了我們多一樣的知識了 那你要看一看 大家就現在不需要再說 花時間去找這個Clovis 它現在還傳不傳這個Clovis 這個文化文明呢 早就已經消失了了 那也都不知道為什麼它突然間沒有了的 不過它就留下了一些東西在那裏 那這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支矛 有個這樣的尖筆甩地 那矛頭 你知道它那支東西就是用手扔的 就是用標槍的頭拿來去打獵 其實就是這樣 未必一定是箭頭的 純粹是拿著一支矛來刺的 很多這樣的石鑿的痕跡 我們現在有辦法去做一個定年 其實甚至乎 因為那個定年有時候的誤差都大 有些結果甚至乎定到可能在三萬年前都有了 但是隨著我們找到那個數字越來越前了 令我們更加肯定就是這個一萬四千年這個數字 應該照計那個紀錄就會被打破了 就是現在我們講的就是要慢慢討論 就是一些在那些Clovis 就是那個遺跡之前 一些更加早 還有它未必是用走路的方法來的那條路線 就是在講另外一個我發現美洲的故事了 但是這個跟我們之前講的那個阿吉木乃伊裡面的香料 就可以看到人類航海的歷史比我們想像遠很多的 照計是的 就是對於那種季後風pattern那種觀測 就是大家也知道了 很多時候那些古代神話時代 沒有一個正式的那種歷史文献記錄 那可能他們口耳相傳用一個歌謠 一個民謠的形式 史詩的形式 一直這樣將一些經驗傳承 總之你不要管下一代你給我背了這些東西去 那這就是我們古人傳下來的智慧口耳相傳 背漏一句就掉一句了 這樣的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可能是一路是 用了一種沒有載體的方法去傳承了下來 你問我 如果是在講這個在中華文明出現之前 在印度和阿拉伯之間 中間已經有人懂得去開一條船去那裡去通行 那我又不會太驚訝的 但是這個有更加大的影響是什麽呢 就是如果是航海比較遠程的 其實一定跟天文學有關 是的 這是我們上一次的講過 所以換言之就是大家不要假設古代人 那個天文學的水平很低 其實可能那個天文學水平 跟我們現在的普通銀還要高 是的 或者這麼說 以前就算沒有做得這麼精確 但是有一些的目標都可以達到了 就是你現在去 如果說一次 你要去 你說 由這個香港跨整個中國大陸 在整個中國大陸自由行 那你今天就一定要 沒了個電話就會死了 那以前的人 你說什麼徐下客那些時代 有鬼這些東西 是不是 那當時沒有GPS 當時沒有定位 他自己連指南針都獻鳳了 是不是 純粹就知道大約有個圖 大約有個記錄 自己拿著來這樣去自由行 說真的就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深的學問來的 因為就算你說現在隔離好像講笑 但是當時的人應該要有定位的方法 是的 一路要知道自己在哪裏 不然你回不了頭了 大佬 是啊 是的 所以更加遠的人 他可能是那種記載的方法留後 但是他不代表他的智慧沒有在那裏 是的 是的 尤其是那種 如果你說純粹有風靈 然後你起個帆這件事 我想很早有人已經想到這條橋 去令到自己可以省力一點 是不是? 然後你有這件事就有人懂得去駕馭那個帆船 或者去做一些好一點的器件 做一個實正一點的帆船 你講的哥倫布時代那種造船工藝 當然是比起這些幾千年前的人更加高了 所以他們就能夠做到一個跨大西洋的航行 但是不要忘記 未有這個哥倫布跨大西洋航行之前 你已經有維京人走上面那條路了 是 去過大過你今天就講加拿大那邊 是的 加拿大東部 你想一下 由挪威去到冰島 跨格陵蘭 再到加拿大那邊 每段的行程是相比比較短的 但是是做得到的 這個是維京人那種工藝 其實在這裡講的 他們那種資源可能更加落後了 所以你說一個石器時代的小手作 是不是都可以做到這一種這樣的 它未必是一次過遠洋航的效果 但是它就好像小朋友去走路那樣 扶著牆壁 不過意就原來自己有得 你只要有得讓它扶著就走到很遠這樣的意思 是的 結尾有一個小資料告訴大家 就是維京人當時怎麼走呢 其實你看他知道旗就知道了 因為旗上面有烏鴉 他在船上放在烏鴉裡的 一放那些烏鴉 飛去哪裏呢 他們就知道那個是東南西北 那不一定要 好像我們說有GPS的 有很多方法可以知道自己在哪裏的 是的 是 是 是 還有大約哪裏會有陸地 就是看到那隻鳥鴿隔多久回來 然後它有沒有含著草草回來的這些東西 這些是連《聖經故事》都會講到的智慧來的 不是 因為它穿這個鳥是有它自己的 那個辨別方向的能力的 是的 不是只是辨別方向 它有它自己認得地圖的能力 是的 它有它的《聖經故事》的能力 在它的腦部裏面 好了 我們今天就完成了這個四節的科學新知 下一個回來我們就講這個科學回憶錄 好嗎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